發視在地新聞 繼續來看 嘉義民鄉國修負責的誘地峰 這個新建的工廠 是以民鄉的既地名 大鳥有意義上 來蓋的一個進入地坑地式的建局 出外地就能來完工 提供當地小朋友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 嘉義政府政府四千五百 幾萬的漸減建設經費 新興民鄉國修誘地峰 民鄉國修誘地峰 餘地峰教育和社會共同沾 餘地峰去順序 那整個的設計大概就是以所謂貓 為主題 所以每一般都有一些貓的這個意象 那包括整個建築物還是貓的意象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 具有在地特色的建築物 能夠讓這邊的小孩子 在這樣的空間裡面 感覺起來散客非常舒服 民鄉國修誘地峰 尤其是整體區的儀地峰名為設計 發送 主體建築 儀鳥為主題 看起來多麼可愛 就是我們民鄉過期的旧名 就是大鳥 儀鳥 每個九歲的鳥 都用鳥子來做意象 每一千的鳥子都很可愛 兩支出去 十多支 可以說真的得色 新興遊地峰出過的地鐵完工 一定可以提供小孩子最好的照顧 尤其是衣鳥來設計 沒有地方的感情 小孩子在這裡 討厭也會多麼開心 錄製 我們下床 我們下床 有一種 感谢观看